来看一场相当特别的服装走秀 希望要参加2015年台湾设计展的知名服装设计师许燕玲 特别跟设计师陈柯维来联手 打造童真冒险的服装秀 由15位衣领的模特来走秀 传达女人一点点童趣的想象 以及一点冒险的精神 台湾设计展裁风馆展场化身为伸展台 进行一场童真冒险服装秀 现场夫人林素云以及文化局长林秋芳 也特别出席这项盛宴 这场童装冒险服装秀是受邀参与2015年 台湾设计展裁风馆格玛兰 请进的知名设计师许燕玲 与今年来受众多名人指定定制服装的设计师 陈柯维共同联手 由15位衣领模特来走秀 展现设计师心目中想传达女人 一点童趣的想象 以及冒险的精神 因为我觉得在宜兰乡亲的话 如果看到陈柯维的作品会非常的惊讶 所以我就拜托他赶快从牛逾给我赶回来 所以他就专程回来为我们相亲做这个服装修 因为我们的服装修有两个人比较另类 他很像好莱坞的大明星 那我就比较可爱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结合会是没问题的 好 你觉得呢? 我觉得是的 没错没错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冒险这样子 是 我希望让年轻的妈妈们或带着小朋友们 你可以一直冒险没有问题 只要你心中是善良的 我想任何的充装都有可能是有新的火花出来 充装音源是 我觉得小娃娃比较不会 她不会有身材的限制 然后你可以自由发挥 然后把她做成大人的话 我想比较没有那个 在我的设计里面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你把她当成是 所以我的客人都是我的娃娃 设计师徐彦宁在裁缝馆内 规划徐彦宁的娃娃世界 Tiffany Family 在走秀当中也有几套衣服 是来自Tiffany Family成员娃娃 所穿着的服装 在2016年的春夏 徐彦宁要以她设计带领着所有的女人 重新回到那华丽又大胆 缤纷又充满色彩 優雅又不失流行的春真年代 伊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